这一期我们的讲评还是大哥 为什么呢 因为大哥总觉得上一期有些话没有说完 而且大哥其实有点后悔上一期讲的有些话 所以这一期大哥准备要 调不调不调 而且上一期当中我们雨婷也有些内容 有些问题想问 有个特别想问 时间有限我们就没有问下去 而且上一期其实雨婷讲的最后的话也没有说完 对吧 雨婷其实有很多问题 像我大哥的 其实对于大哥这个经历 可能我从目前这个年龄阶段 还有一个女生的角度 我对具体的工作细节不是那么感兴趣 我更想知道的是 这个五年这个时间长度 然后你在这个工作的从零 然后慢慢到最后 你有什么心态想法或者什么观念 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彻底的转变 这方面 就是对工作的认识 从校园走出来到参加工作 就是你实力能力再强 你都会有不解和疑惑的地方 对 很简单的讲 就是工作当中有很多 你在学校学的都是很理想的东西 很理论的东西 没有问题的 在工作中你有很多东西是你不可控的 你遇到不可控的这些因素的时候 你怎么去处理 或者说怎么去当它影响到你的情绪的时候 你怎么去控制它 你怎么让自己去适应它 这个是一种能力 也是一种态度吧 应该更多的这种态度 而且这个能力其实在学校里也不见得说能学到 根本学不到 真的 我对于在工作中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非常排斥在生活在工作中所出现的这种 因为尤其在境外你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这个不公正指的是你公司内的还是跟外国人之间的 绝大的是公司外的 公司外的 你会 哪怕在国内也是一样的 你在这个单位里头跟到单位外头的一种外联的工作 同样也是存在的 但是你当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好自己 怎么给自己定位非常重要 你怎么给自己定位非常重要 你要很庆祝的自己想要什么 如果只要在不违反道德法律的情况下 你只要达到你的目标就OK 但是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不懂 是不懂 大哥的这个想法我看其实对于婷应该是有冲击的 就是说在没有违反道德和法律的这个情况下 有些事情是可以去做的 这个你既然没有违反道德跟法律 那矛盾点在哪呢 对啊 这个就是学生他能问出来的 是不是大哥 因为我想可能是不是大家觉得就是学生做很多事情还是有点雄规倒具有些保守 然后你工作以后发现就是其实有些条条框框是自己给自己的 然后其实在遵守道德和法律情况下 我们可以所谓的硬批吸尽或者是达到自己目标是大概这个意思 其实像现在现在因为我们的媒体啊来源特别多 大家多多少鸡汤都听到太多了 但是当你真正遇到那种问题的时候任何鸡汤给你都没有用 你必须得自己去经历 为什么这么说 你在你比较理想化 你在工作上所有都是以 都是以现实为基础的 人本来人性这东西比较柔软就比较多变 你不能拿自己的那条体系去 同样别人 没有用的 你首先人是一个社会动物 你在这个黑色 你在这个网络里头 你必须要让自己生活在这个网络里头 你就得适应别人 对 你可以保持本性 但是你还要适应别人 很多时候有些东西你要想一直去坚持的 或者怎么样的话 多多少是要有一些改变的 对吧 而且总是刚走出小孩 总感觉自己可以做到非常非常好 但是现实可以告诉你 或者说你想做得非常好 想知道 但是在你在真正做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你不得已的因素 就是你有竞争 对 对 你有不懂的地方 或者说你有这个突发的因素 就是种种种种加到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感到自己非常的弱 那你在非洲有没有过说这么一个瞬间 或者这么一个时刻 就除了感情啊 我上次感情 感觉那个挺非常难受 除了那个感情之外 有没有一瞬间 有没有一瞬间 这个心啊 又一手凉凉 就这个意思 有没有 有 非常有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深刻 我这个就是我在第一个项目上参加工作的时候 当时因为知道非洲只有雨季跟旱季 雨季的时候雨水特别多 我是在建筑单位 他要就是说他要交住这个混凝土 那你下雨干不了活 下雨干不了活 那天就是就是现场的负责人强行交了混凝土 然后就出问题了 他那整个梁啊就是下沉了很多 对 你这做这个 因为有危险呀 街里就让你砸 但是我们肯定是不不能砸的 砸了一层楼 那就一层楼 那这个钱谁来报的 对啊 就是不挣钱了呀 出去不是为了挣 然后这个叫做实验 做什么实验 就那种贺载实验 就在那个梁上压很多很大很大的重量 用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 那个仪器精密到小数点以后7位 就非常精密 就是把它压下去以后 然后再把东西卸载掉以后 能不能回到一个那个安全范围内 当时你知道 因为这个工作量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干工作 但是你干的好了没功劳 干的不好了 你还得担责任 那肯定 你那个东西压的压他了 我是一个翻译 当时项目上有技术员有施工员 所有人都往后推 但是我翻译 我负责去外头找这个有这种资质 能做这种实验的实验室 后来我找到了 找到了以后 领导就跟我说 你就负责这个事 那我就很奇怪 我是一个翻译 我怎么负责这个事 我得找人去给我装东西 找人帮我去放上去 然后还要负责跟那个实验室的人 打通这种人情关系 然后后来做了第一次 第一次结果比较好 但是肩理不认可 嗯 肩理不认可 说不行 不行 后来再通过甲乙房双方的沟通以后说 那我们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呢 就遇到了一点小意外 就那天下雨了 嗯 下雨了 你知道 灌的那个沙包 一大淋雨以后 那重量非常非常重 嗯 本来是灌25公斤 结果说不定能30公斤 35公斤 就出现问题了 领导在那个时候 他就 可能他有自己的考量嘛 他可能有自己的考量 领导还是懂的 我觉得 因为当时 因为他懂 肯定是知道责任不在我这里 而且 他从一开始让我一个 作为一个翻译的一样一个人 去做这种 技术人该做的 不是你 这本来就是有问题的 而我一开始就是一个 我认为我竟然把他找来了 没人做 那我得愿意去 我还得去做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就是超 已经超过理能力的发言之内以后 你就 就说我不是说在推某种责任 或者说 就是说大家不要去这种 过多的去尝试自己 专业范 范围以外 能力范围以外的工作 那个你做好了 别人不认为你是怎么怎么样 就可以 但如果你做不好 人家就会 那这个锅就是你呗 很多很多 就是给你带来的 言语上的冲击 那种 大家那种 就是 人嘛 其实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头 大家可能 以后只要参加工作都能体会的 就在那一瞬间 我想 我再也不干了 我再也不跟他 再也不那么努力了 委屈 是不是 有一种 那种 有那样一种心态 就很想放弃 其实这应该不是局限于在那个二级海工作 这都是学校的小萌新到职场的这么一个过渡过程 其实也是要经历这些事情才是有一个心态上的转变 直到说整个职场不是那么简单 对 你要去 你要给自己定位 我给自己定位就是说这是你的工作内容 你的工作责任 你必须做好它 不是你的 你认为可以 不是你的 我建议大家 尽量不要 你可以去学习 但是你不要去直接参与 对 但很多时候我们又有点充讨 可能我们处于这个校园里面 我们有些时候会想 有些事情的话 你要敢于尝试 是不是 你看大哥笑了 是不是在这种工作过程中看来这个观点就比较 对 对 就是说 很多时候会想着敢于尝试 因为大哥尝试完了 我告诉大家 然后心思凉的 所以告诉我们不要尝试了 尝试了很多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建筑行业 非常喜欢建筑行业 但建筑行业里头有一些 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工作规则 游戏规则 对 游戏规则 就是说 后来我发现我对游戏规则 其实我很讨厌玩那些游戏规则 就是 这好像就是 我可能 我本身 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我总是把所有的事情 我是 是不是 天真 天真 就是真的 我就是那种完美主义 我总想把事情做到 只要我做了 我就想把它做到非常非常好 但是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的 你只能说 取一个最好最好的那个点 还不是说 一个平衡的点 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是最重要的 那大哥在非洲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哪些事情在文化上 冲击到了你的 能娶四个媳妇 这个是所有人都被冲击到了 这个是跟上一段的那种感情 已经历史接下来 两期节目当中 每一期都要提一下 可以取四个媳妇 可以取四个媳妇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北非是 它是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国家 我们中国也有很多这种 穆斯林 信仰穆斯林 但是当你真正和他们生活到一起的时候 你会感受他那种 那种给你带来的最直接的冲击 就是他们对这种信仰的这种崇拜 天真的态度 是不可以 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我们他们每天晚上下落 就我们一个监理 他是总监 他在他 因为是很大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在一个项目里 他 他 他 所有的穆斯林那些 古兰尼里的所有那些固定啊 他都非常的清楚 而且一条都不犯 我们因为在一起工作 就是开会呀 就是去现场检查呀 我们给他带瓶水 他都不喝 为啥 他说我不喝你们的水 我们是工作关系 我喝你这瓶水 我就有受贿的这样一个嫌疑 我不 我们一起 假如我们刚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我们去吃个饭吧 在唐内就要喝酒 对 他们说不 我们只是工作关系 对 我们我不这样 而且他每次做 而且他无数次的跟我讲 比里 我们你要进我们那个入教的话 我可以介绍你 啊 对 在法国这边也有不少这个那个同学会那个传教是吧 你没有遇到过我觉得男同学好像机会更多一点 什么机会更多一点 就是比如说 你孩子向我们传教的机会更多一点 不是 就是因为有这边不少可能是那个阿尔基利亚的同学嘛 然后那个因为是我一个学长 跟我说他们比如说那个经常一起看球赛或者什么 然后那个同学经常会跟我那个学长 中国学长说 哎 我们这个教义怎么怎么样 哎 你要不要考虑加入我们 就是这样的 但这边比较常见到的是 在法国这边比较常见到的是那些基督教的这种传教会比较的多 在那个环境里头 虽然我不是穆斯林 但是我在那个环境生活着这么长时间 当我走出来的时候我要是遇到 我有同学阿尔基利亚 就很亲切 就非常亲切 懂 其实你的这个法语啊 他们也是亲切 他们一听也很亲切 我们说话很多时候你要是跟一个人 比如说两个人说话 像我跟雨婷 我们两个雨婷是北京的 然后我这边是南方的 然后我们俩说话不亲切 但假设雨婷如果我们第一天见到的时候 我讲的也是一口那种北尖口音的那种像 肯定亲切 所以语言很多时候是有几个功能 对吧 相音对吧 是的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对于这种 其实我是挺不喜欢的一个就是他们对于男女的这种看法 我是还是 吃暴留太多的 吃暴留太多的 我们不过多的谈这个问题 这个你这个谈的有点严肃了 然后其他方面他们对于这种 而且他们对于这种 自己的文化呀 这个我就是以我自己的感受我不带有任何的鄙视不屑 我不带有 只是我抒发自己一下感受吧 他们自己不是没有文化 是有文化的 但是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是一种很盲目的一种推崇 是他们北非这些国家的本身的文化 我感觉可以就是他们阿拉伯这种就是当地的一种 我感觉可以谨慎到阿拉伯世界 他们都是这种就很盲目的一种推崇自己的文化 其实历史上阿拉伯整个国界整个历史上阿拉伯帝国应该当时说的 对吧 非常厉害 也是领潜过世界 对 他就很排斥 其实他们很排斥外来 或者说很不愿意接纳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 哎讲到这我就想听一听大哥在非洲待的这五年 就是非洲人对于中国的一个想法跟态度 好还是不好 你先给个结论 还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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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但是因为现在出外出外出物工呀 或者说工作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你知道这个行为品德或者说口碑略有下降 口碑呀真的是没有 这个也是实话 这是实话 而且他们对于他们对 因为他我们生活在完全两个不一样的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是一年365天天天上班都没有问题 该这个是 对吧 我发现我们中华民族还真的是 情犯 真是情犯 但是他们就不可以 他们哪怕是罪犯 哪怕是去劳教的犯人 他们都不能天天上班 他们还要假期休息 所以说就是很多可能去非洲的学生工作人员都遇到过 他们想干活 但是阿尔及利亚都不想干活 对对对对 就是说你很无奈 很无奈 你是有劲没地方使 所以你今天不想放假 我今天我想把这个话做完 人家说了你不允许 这就是咱们 我只能做什么 中方想赶进度 但是那边都不上 对对对对 这是在国内不可能存在的情况 那他们对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我们因为我们生活在法律会 那这个平衡是好的 这个平衡是好的 心里暖暖 对 因为你要是对他们底层的人来说 就是说我们中国能到那边给他们提供这种就业机会 但是对他们稍微好一点 就是说因为我们之前的相比较大 接触了一些一些比较当地的一些富商有钱的一点 就是说高层一点 资产阶级 他们就那样说 他们就说 而且这是一种他们这种贫富差距比较大 下层跟底层的思想建设是完全不一样的 差距非常大 那所以可能对于中国的这个态度也可能是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他们对中方就是一种接近于百分百接纳的一种态度 要这么高 接近于百分 接近于百分 我当听到了一个版本 大哥我这不是挺百分 我当听到一个版本是 在阿尔及拉英国同学也在那边工作 他们说那个小孩会街上拿那个石头去丢你 对 拿石头去丢你 然后还会说 当然很多会说你好 看到你会说你好 但是他说你好 并不是真的是你好不好 而只是说他会这么一句中文 所以他要说 巴黎街上不也是吗 就是经常那些人就是会用你 你感觉不一样 巴黎街上有些时候人家跟你问一声好像会觉得说 对吧 我也不想做什么心态 但这个是我刚刚有意想掠过的一个点 哎 那你想要掠大哥我们这个掠过 因为我之前 我之前在外面就是主要是公司负责外面的工作比较多 那被石头丢过没有 我没有被丢 因为我 我可能比较凶 长得比较凶 对对对 然后 你块在这呢 他们小孩会说中国人对着中国人喊阿里巴巴 哎对阿里巴巴 雨婷知道什么意思吧 冲你喊阿里巴巴 嗯 阿里巴巴是小偷 对 哦 相当于我们是 是抢他们的 抢他们的工作 抢他们的饭 抢他们的饭 其实 但仅限于那些小孩 嗯 而且他们 嗯 我 遇到过一次 就是他们还 我就 我就是一下子我就怒目撑似他们 然后他们就不敢置身了 就是我 我 我本身我这种自己的这种安全意识比较强 嗯 而且他们小孩在街上经常 就只要看到中国人他就张手欢迎要钱 嗯 有这种喜欢 对 我是从来不会给的 这个给 我是从来不会给的 然后他们就会 你不给了 他当时不说你 他跑下去一旦接你 他就大开大喊一家里巴巴巴 啊 这个我们不跟小孩计较 对不跟小孩计较 这个是 就是怎么说呢 不是说他们的家庭 都是这样 而是说 只是这些小孩 不知道从哪学出来的 对中国人一种比较刻板的印象 你找他要钱他就给你 或者怎么怎么着 他们认为找中国人要钱 中国人就会给 嗯 那也就是说抛开这些小孩 他们做了这些事情 小孩我不计较嘛 对 总的来说其实对中国还是 总的来说还算很友好 算是很友好 对啊很友好 这个不是说 他们就像我 就假如说今天我在路上 我遇到了什么问题 有一次就很深的 我们的车 就是开进了那个沟 沟里面 一个皮卡车呀 那当时我们怎么给弄了 要在国内的话 你肯定得找拖车或者什么人来 对对 路过的人直接 我都没有说去求人家帮忙干嘛的 就是路过的高速公众那些车 下来以后 那些十几个人 就愣着把车给抬出来了 嗯 然后当时我就 我就说信心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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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就是很激 我就很感激很感激 就是他们这种是 就这种 助人为乐这种 应该来说是他们性格里 本源思想是有的 普术的 对很普术的 他们这个 他们教育里头就是要 要帮助别人 嗯 要主动去帮助别人 嗯 他们每年过那个 载生节的时候 载生节相当是我们过年一样 非常大的解释 对 然后他们还会施 就是说布施跟基督教布布施一样 嗯 感觉还挺好 大哥在非洲的这个经历 还是很有意思 还是很正面 很正面 嗯 嗯 嗯